我昨天第一次使用熊猫外送App叫外送,过没多久,外送员打来第一句就问我是不是陈小姐,我当下听到蛮震惊的,但是我还是忍住情绪。 外送员上来我问他为什么知道我的姓氏,结果外送员直接拿出手机,没看还好一看,我差点昏倒。 为什么外送员可以有客人的全名? 假如今天外送员知道我的全名,回去搜寻我的脸书名字,加我好友之类的,请问谁该负责? 有人叫外送熊猫公司不能统一使用先生或小姐这样就好了吗? 后面我叫外送员拿出手机把刚刚打给我的通话记录删除,外送员一开始还不愿意,我就问他为何不愿意? 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,回去想要用电话号码搜寻我的脸书加我好友? 我有老公了,请你现在马上删除通话记录,外送员才边摇头边删除,感觉很不愿意删除的样子。 天啊,这样我以后自己出去买,好了,太离谱了。 就说过很多次了,出门在外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,尤其是男生。